在开明红台时,因为在地区的时间路到共港湖, 作成南岛市来专业的地区营资。 南岛管理员宋怀林在15号南岛管理会定期会关键中结讯当中, 请广府中心。 关注科学华表时,广府已经向中央建筑设计10亿的华立白红结尾, 并且跟公司的配合,在南岛市多处配置。 南岛市军公里、洋南岛到来临地区, 在开明红台时,有淹水的进行。 对处南岛管理员宋怀林占对马洛克经理工程, 专业的配置丁丁,向广府提出建议。 淹水的地区,除了大众外,上海淹到哪里, 内部气浸湿了,里面有淹水。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,我们都淹水的地方是在哪里? 我们的银南、宝银南钩、淹淹水。 那气浮湿为什么要淹水?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。 它是不是内水问题没办法开出去? 贸国气的整治工程,以及贸国气如果碰到大雨光 它是一台的抽水准够,我们是不是在鞠躬里的鞠躬里的原案, 再加上一台抽水准备? 一个内陆排水的系统,就是我们的中兴分红也把它做得非常的完善。 但是呢,可以说是对于在整个尤其在军工里的部分呢, 很多的民宅以前会淹水的,现在也都大体的改善。 但是还是有很多道路,农地还是会淹水。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凯米台风之后,我们积极的向中央来争取预算, 也获得了中央的这个有十亿金费的一个补助。 那先政府我们另外会再负担两亿多, 所以这个我们已经现在在进行规划当中了。 关乎基础的检队红台,目前有到的工作配合, 在南岛市几亚维配地投资机, 并请上官党委输政路手, 也请民众检队交白替党, 乘劲安迪丁丁,做火红台,记者行刑也藏不住。